新聞繼續,我們來看事由財團歡迎 李昌玉彭宿 無情科學共有基金會綜藏 收到在講義起訴基盤的中學生坦科學而已 一年兩禮拜的拜六禮拜 在講義高中來基盤 確定包括到生物感染、化學感染、物理感染 現場處理和中間 是特別要請到感染科學的專家、學者到現場上課 參與到專長的學生 作為來感受到感染科學本案的二廟 中央警察台下感是科學學的教授民憲會 特別為東俄電視更完感受的應用 在計劃上的照片之下 讓新聞正確明典現專策英工合作檔案 國伯和一千科照片上頭各式各用方偉作的檔案 也在教授的計劃上之下的會出現 讓東俄相當聘談 這是第一次在講義起訴基盤的中學生坦科學贏 總結有兩位提出 第一提出是國中心 第二提出是國中心 總結有80位的東俄參加 為期兩天的確定請來中 用警察台下感受科學學會教授 陪教授市政府警察究竟官等任老師為東俄來講解說明 神探科學營主要的訴求就是找出證據說真話 那麼才能夠這個代表這個為真 所以能夠讓同學透過物理化學生物還有實作的一個演練 那麼讓他們從幼小的一個心靈就產生對科學求真的這樣的一個探討 那我想這是神探科學營一個最重要的宗旨 感受科學在最近幾個年來受到證據關注和中心 但是其實感受科學的概念就存在在日常生活當中 以科學的觀念和上色探求真相和真理 中學生坦科學營的基盤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力向性對求真相的精神 培養學主系統性的思考 並對問題進入研究的態度 也讓民主黨的心中都有心坦的進行 水星新聞 中國明星三港以七彩虹報導